2023年我們請了 其實請了星海守皇San 來做總算 Message的位置 來接棒Message 就是你合約到齊了嘛 你不用急著跟同家去約 你可以去探一下你的自由身價 我覺得這是 每個選手應該要的權利 就是我們往年的生態就比較像是 我們要對一支隊伍效忠 應該說英雄聯盟的 電子競技聯賽 他變成聯盟化商業化之後 應該要 朝著就是比較成熟的運動聯盟的那種生態去激勵 就是要有自由市場的這種機制 對其實就很奇怪 就是好像鳥關久了 覺得會飛這種兵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聯盟生態 就是你合約到齊了嘛 你不用急著跟同家去約 你可以去探一下你的自由身價 我覺得這是 每個選手應該要的權利啦 但是 PCS 應該不要說PCS 應該台港澳這邊生態就很像是 我就是一直跟一支母隊去約 好比說 BB之於TPA 或者西門小夜夜 之於HQ這種感覺 就是我們往年的生態就比較像是 我們要對一支隊伍效忠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聯盟商業化 應該說英雄聯盟的 電子競技聯賽 他變成聯盟化商業化之後應該要 朝著就是比較成熟的運動聯盟的那種生態去激勵嘛 就是要有自由市場的這種機制 讓選手早點去接觸 明白自己的身價到底在哪 而不是說 好吧我就是跟母隊一起 誰也留了我也留下來 雖然薪資不怎麼樣 但是大家都留了我也留 然後打得有點委屈或怎麼樣 或者打到一半才發現 其實我去別隊身價可以翻倍 這樣其實對選手心態來說 是非常不好的 然後對整體環境也不好 所以我們BYG在試驗賽結束之後 馬上休息一週吧 我一定要休息一週就 跟他們稍微聊一下合約 然後都全部放讓他們去FA 所以第一時間就很多在問說 欸B官軍是減散了嗎 怎麼所有人都FA 對其實就很奇怪 就是就是好像鳥關久了 覺得會非是種病嗎 2023年其實我們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換後勤團隊 因為一來是教練合約到期 二來是我們覺得 教練可能 主教練可能太過年輕啦 好比第一年 第一年的賽訓是 我在後面督導的 然後第二年是Merset 那我們會覺得 這樣等於是 我們賽訓教練就上面還要再多一個人去盯 覺得這樣一來對管理層來說太累了 二來也覺得這樣子好像 就是主教 主教是不是不適任這樣子 我們的想法 因為Banny其實 我們不是說不是Banny不好 我們覺得Banny很好 尤其是去年打進世界賽 我覺得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程之一啦 就是夏季賽的選手的轉變 我相信他也幫了不少 但是因為我們是一支 全新的戰隊 甚至說我們 我們都是從二級聯賽拉上來的 BYG選手前身其實都是H5的二隊 包含Banny也是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嘗試 對那 相對Banny而言 我的經驗可能已經本來在職業場上打過很多年了嘛 但是Banny可能就比較少這樣的經驗 所以坐在主教練這位置上我覺得比較 會讓管理層比較擔心 然後包含有一些 可能 需要 需要有點經驗去判斷的事情 他可能會做的比較不好 對啦 所以我們2023年其實第一個選擇就是希望 可以找一個 比較有歷練的主教練 然後這樣我們的管理層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好比說去把我們的業務擴大 或者是說增加我們輕訓的那個 的版圖這樣子 覺得這樣比較像是正常隊伍的生態 所以Messake在2023還是一樣的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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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我們請了 其實請了星海守皇Sam 來做總算Messake的位置 來接棒Messake 因為Messake他 其實本來就是講好幫一年而已 因為他2023年有其他更大的規劃 就是我們小妙容不下這 這佛 這尊大佛 所以我們2023年又找了Sam進來 但是Sam畢竟不是RODE的職業選手 加上第二點是我們希望讓主教練可以 一夫當關 就是他一個人執掌所有的 賽訓內容 所以我們上面找的總經理也不打算再插手 賽訓就讓主教練去全面接手這樣子 那Sam的角色比較像是 他比較像是 好比我前面講的就是拓展我們清訓的體系跟版圖 然後再來就是跟贊助商的一些更密切的配合 還有接洽 因為我往年就是我們跟贊助商的 接洽都是經紀人 要不就是領隊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合適的窗口 好比說可以去真正跟贊助商站在平行的位置 去討論說我們這個合作什麼細節可以怎麼做怎麼調整 可以把那個流量把你們的品牌形象做到最好 這樣子 因為往年都是贊助商說我們這個贊助內容是你應該做什麼 領隊請你去執行 或者怎麼樣就是有點像是贊助商是一個老闆的身份去命令一個員工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 戰隊可以有一個人 就是他的身份地位 他的歷練 都是相當足夠的 然後可以跟贊助商不是說要跟他談談 就是 當然也可以贊助商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角色去 告訴贊助商說其實我們這樣做會更好 我們的品牌結合會更棒 對 所以除了賽訓以外的所有內容 包含行銷啦 清訓等等的贊助窗口那些都是讓SAN去 全權處理 其實我們的教練冰 在台灣在我們這個賽區來說其實已經算是非常不錯的教練了 所以我們要找得更好其實只能從 LPL那裡的聯賽挖人過來 這是我 我們管理層跟選手的共識 就覺得 PCS這個舒適圈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讓我們去 去突破了 應該說我們需要在這個賽區突破 就不能跟這個賽區既有的資源去做 去做交流 因為這樣不會有任何新的火花 所以我們找 奶油的目的 應該說我們 找主教練的優先條件就是你要在 LPL 混過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然後奶油他在 離開一集聯賽之後他 跟著事業去中國 然後他其實在FUNPASS的清訓隊帶過 當過主教練 雞豆小谷就是 RELT 可能就是蠻有心要辦的 然後在中國也辦得蠻大的 然後FUNPASS臨時需要一個 主教練去帶手遊隊伍 然後奶油有點像是臨危壽命去做主教 而且他沒有帶著任何的職員 他就一個人去管一隊 他沒有帶什麼 隊經理啦 隊伍分析師這種 他就是一個人帶了一整隊 然後還從 好像是500多隊之中脫穎的出吧 好像打到前四名這樣子 然後還得到一個最佳教練獎 所以奶油其實他證明過自己的能力 雖然不是在 英雄聯盟 是在手遊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MOBA類的遊戲 就是我覺得大同小異 他本來是一個英雄聯盟職業選手 跟英雄聯盟清訓隊的教練 對吧 然後他 他一轉戰手遊馬上就可以拿到 最佳教練獎 還可以帶出很好的成績 這證明他其實 是有能力的 因為一家的選手是 我們家的選手其實蠻質疑他的 他們本來都想說我可能會找個叉燒 找個燦啊什麼來的 他們對我找教練想像是這樣 但 當然 那也是我理想的 那個狀況 但是真的太貴了 就是那種在 LPO拿過 拿過成績的教練都非常貴 所以最後就是找了奶油 然後他們對奶油其實 很不信任 就覺得你是個手遊咖 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 我的心態是 他本來就是玩英雄聯盟 他是臨為壽命去帶手遊 還可以帶的這麼好 就不該把他視為是一個手遊咖 應該 認可他的努力 還有他帶隊的能力 這樣子 所以其實 到組建 到今天大概一個月吧 我們到12月開始訓練了 將近一個月了 其實現在 選手都對這個教練非常掛目相看 喔 就有點像是 你有點像買一隻潛力的感覺 對啊 希望今年 MSI跟世界賽都能拿到 因為我覺得 今年蠻有希望的啦 相較於前兩年來說 因為今年的 隊伍看起來 沒有 沒有砸大錢 買人了 沒有大腿隊了 所以我覺得 在沒有大 在沒有大腿的先提下 我們的選手陣容是 是非常堅強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 BYG艦隊以來 最有機會拿下MSI的一年 因為世界賽我們都去過了嘛 其實就是MSI沒有去過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拿下 MSI 從春季就開始 就是維持巔峰狀態 因為去年 春季賽其實很落賽 然後到夏季才開始磨合的有點樣子 然後才混出過 對不對 那出國的成績 就自然不是很理想 因為你春季狀態就沒調整好了 夏季能出國 我覺得也是 有點運氣成分存在啦 也不要說運氣成分 就是你的 上下線還是 很大 太太大 對 所以希望今年從春季開始 就保持狀態 然後夏季再衝一波 讓我們今年的下線 可以拉高 這樣 我相信他們的上線 絕對是可以出國 那希望可以從春季開始 就狀態調整好 把那個下線 拉一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